我跟大家講了個事 我自己就是 是吧 我們八一體工作大隊 你們知道後來 李福勝之後 他就叫吳婉襄 這個吳婉襄是吳興泉的兒子 吳興泉是最後 是二炮的副司令到過中將 他是39軍入朝的軍長 你們去看一看 你沒聽說過這人啊 可以說 不是很氣眼的這麼一個人 是吧 你們可以去查 但是 忽然之間 他生疼氣這麼一個人來 抗美援朝39軍 38 39那是中國的王法軍了 最牛逼的四野的軍隊 忽然一個獨立旅的一個旅長 最後上升到這種高度 他的兒子 他生了9個還是11個子女 那都是被毛澤東 被點名的 說你媽的媽的 你都是屬於生於航空母艦 那個時候叫光如母親有這個 對 那麼呢 我們在8隊曾經都經歷過什麼事 你們想都沒有 我們的飯票 換錢 尾東 咱們你也知道在提委 在各個提供的 像國東啊小葉他們知道 我們都是每個月發一本飯票 早餐 午餐 晚餐 完了撕一招 進去打飯 對吧 那上面還有日期的 早餐 就每天啊 因為你拿著飯票進去 大家 八一隊 當時80年開始 兩婚一宿 對吧 大米飯 粥什麼咸菜這些隨便吃啊牛奶隨便喝 但是菜兩婚一宿 是吧 这些9596年 我忘了具体开始 万象当了大队长 首先他修了新的 这个 运动员楼 他得收多少回 这不讲 饭票换钱 我们拿着饭票 那么呢 我们后来就是篮球 排球足球 各别吧 好的项目一队的 得冠军的 弄了一个小食堂 这些青少年 有些队伍 就是还在大食堂 我们这些人 拿着这个饭票 进去干什么 那饭票是点菜啊 他现在卖菜了 已经15的 8块的 98的 79的 他把你这样 但是你这个饭票呢 当钱如果你 我就一天就吃一块钱的 对吧 那个99块钱 你就去财务室 换成人民币 当然了 你也可以拿人民币 买他的饭票 完了去 再去点菜 哇靠 这时候乐辣了 你想想 那要是说 有的球员 或有的教练员 在那 我就不用花这么多饭票吗 是吧 我就吃点便宜的 我 费了钱 我是不是能拿回家 而且像我们 有时候在 北京 我们有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我 女朋友的家 或者什么 我们就 不要了 我们把这饭票进财务 换出人民币来 我们就拿着花了 问题是他这些钱 他就洗走了 他就拿着饭票 他就成了 他可真是 他相当于印钱了 对啊 他可不是礼品卡 礼品卡 你换不成钱 对吧 你去买东西行 就像饭票一样 你可以买菜买饭 但是你换不成钱 我们是可以换成钱的 这都是无碗相干的 我就问问你 后来他到了军伯当馆长 后来 他老早之前 一个大庄园 里面什么 是水塘 池塘 住的房子 同台楼阁 完了一大片的 这个吃住行 那个 哇 一个很大 对外经营的 就在 靠近这个西山那边 还没到啊 这个一大面 上几百亩吧 上百亩是肯定的 至于说几百我就不知道 请我在那吃饭啊 什么的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你们从来不知道的 原先的北京部队 提供队的大队长 后来到八亿队当大队长 后来到了 这个军伯当馆长的 这么一个中将的儿子 是吧 就能有自己的庄园 就能通过这些方式方法 来去操纵了这么多的钱 八一体育工作大队 吃饭的人可多了去了 是吧 他就能拿 卖票都能弄成钱 是吧 他 你听说过他推赃吗 是吧 就你说完了 估计就有人去敲门了 这个好懂啊 我好像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 咱们体育局还有伟东啊 一个熟人啊 山河水 山河水这观众 他能够说出来 当初你们那个饭票 每个月还是不同颜色的 我进八一队 我八一少年足球队 我八一少年足球队 一打饭早晨 啪一打一看 刚给你黄油 一块一看 一抬头 小足球没黄油 哎呦哎呦 黄油就拿回去了 就相当于就相当于你有是正式的那个队员和临时的集训的 他是有区别的 哎 所以就说连饭票颜色他也给你分了等级了 啊 你啊 这冠军造啊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这个造啊 那叫造反 那他们就给你把阶级分出来 哎 让你能不能在他的这种洗脑底下 哎 你就想想 哎呀 我就为了多能吃个冠军造 对啊 能多喝那两瓶酸奶 我的也去不择手段 也得有 是吧 得一冠军 他就享受好多特殊待遇 在共产党体制里面 没有任何的公平 正义 凭本事 没有 是吧 这个所有的反毒扫回 所有的一切就是政治 就是利用 异己 完了打击异己 利用了这种 自己的工具 来去 刚才国东说的 你们所有从事足球行业的 这些人 真的不要有一丝丝的幻想 因为我们从今 你们知道 郝海东经历的这些什么事情 都是我亲身经历 曾经做过的事情 建立过的事情 建过的事 在共产党体制内 你们这些人 真的连屎都不是 在他们眼里 你们连个屁都不是 你们什么他妈的 世界杯出现了 民族英雄 人民大会堂 接见 都是扯淡 你就是个工具 当你没有利用价值 当你这段改朝换代的时候 习近平最喜欢足球 是吧 于正生最喜欢足球 但是 当他们如果 今天习近平不站在这时候 哪有他们许家印 他们来去干足球 对吧 王建民 什么 他们不会来去干足球 因为习近平喜欢斗区区 大家一块去抓区区去 那胡锦涛那时候 喜欢点什么文艺 比如说江泽民 大家就去唱辣妹子辣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 中国一致在帝王制的这种 时代里面 一点改变没有 你们以为共产党 去所谓的扫赌打黑 反赌扫黑的时候 真是为了老百姓吗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完了以后 这里面有预警 是搞你们的老婆 是吧 再大点的官 搞你们的钱 搞你们的上级 这里面就是 没有一个 按照正常的办案 说是来去 怎么样去做的 没有一个 不可能 什么对账 你以为你就没事了 江经都跟我讲过 哎呀 徐东东 他老婆 什么张百芳 是他舅舅 这个那个 我也去找人 无警 谁谁谁 刚出来那两天 就骗他们 说你把钱退了 就没事了 怎么样 退完 出来 没两天 接着抓回去 过完年 该判你判你 该你的钱 一分你也留不下 该你把你 这个这个 进监狱 你一天 你也省不下来 对吧 从共产党 所有 从他们建立之日起 到现在 他们的所有的谎言 已经一再验证 不能够相信 绝对不要存有幻想 从他们一刻 你还退账没事 可能吗 退了 找你能没事吗 你永远被共产党 可能没事 你永远是五点 他永远可以 他们操纵你 是吧 你永远没有翻识 他让你去干什么 你都在干 因为就像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恶的 一个退账 一个让你写检查 郝海东 我一样都没有干过 我没收过黑钱 我不用退账 第二 我不可能写一份检查 可能国动他们都写过检查 我这么一个字检查 写检查 写检查 专业户写的特别好 你看 你确定 这是共产党他们的 如意人的最重要的一点 让你写检查 从毛泽东开始 这些孙子最坏 那个检查写了以后 就是党手上的把柄了 什么时候整理 就是什么时候整理 你自己写的 你自己写的 你把什么检查 我错了 我不应该干这 不应该干这 全是他最后控制你 奴役你的工具 是吧 就是我01年 世界杯的时候 他说米如在 我所谓 我回队晚了 当时我说 我请假了 他们说 你请什么假 不知道 扯单 我说完了要帮我送回去 让我写检查 说你写个检查 没事 我说屈你大爷 我说你们 如果这个 可以帮我送回去 我也开新闻发布会 我说检查 没可能 我说扯单写检查 七个人 审我一个 南勇 什么杨一鸣 什么沈祥福 池上斌 徐涛 什么马克街 站一溜啊 坐一溜 我一个人坐这 写他们检查 我不可能 我没错 我请假 你们问 问朱和尤 国家队领队 我说 这就是我的态度 你们可以送我回去 没问题 开除我国家队 但是写检查 没门 完了以后 就说你们能 说你们的 我说我也一样 这就是共产党 你要信了他 他你根本活不到 今天 我写了检查 你想想 有我今天吗 是吧 我怎么来去 他妈的 来去对抗他们 对吧 人家 你看看 你号一东 违反了纪律 略计斑斑斑 这都是共产党 这王八蛋 干的事情 我是一个亲身的例子 我刚抓进你 抓进你以后 你被抓进去 对对对 在那看守所里头 人家就告诉你 就是暗示给你 他说 罪是你自己说出来 你知道吗 罪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他说只要你踏进这个门 只有你这身肉是你的 其他的都不是你的 太可怕 他跟我说的话 这是共产党官员的实话 哪有什么法 你 都没人 我